也有加碼登场 各县市也祭出了一个加碼活动 新北市最多可以用5000换1万 但是这限量的1万份呢 你得要先登记抽签 才能够有中奖的机会 而且限定新北市民才能够参加的 而另外在台北市的方面 则是推出了一个雄好卷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是不限台北市民都可以登记 目前有60万人参与了 但是却被发现 这台北市8万多间登记在案的店家里头 只有4000多家有参与到这个活动 这相当于大概只有5%左右的店家 所以民众担心 这样的雄好卷呢 使用起来可能不是这么方便 五倍券发放在即新北加码 喊出最多5000换1万 也终于细节出炉 500五倍券兑换1万元新北券 限额1万份 1000换2000以及500换1000 则各有10万以及20万名额 限定新北市民参加 10月15号开始登记 幸运中签才能换 所以50100小面额 商圈旅速市场 外加四大超商都能用 除了纸本也有行动支付 10%回馈方案 要拉高民众消费意愿 总数量已经达到1万6000家 让市民朋友能够独小在新北市 来带动我们市民经济 让这一波疫情受到冲击的这些业者 能够因而带动200亿的商机 为了避免仿冒争 新北加码券面额后方有新北区域图 角落放上雷标 藏有浮雕纹防卫功能 纸张也用支票规格 而台北市也有雄好圈规划 但目前北市8万多家店家中 截至5号早上9点钟 只有4404家加入 大约只占5.6% 使用范围不够广 也影响民众使用便利性 10月8号加码活动就要起跑 但店家数目还没冲钢 特市长喊话再拼一下 就盼能够真正振兴 意后经济